大家好 我是Colman 上次介绍了Bruce的特点和曲色 以及一款baseline的弹法 这次就会延续借Bruce的风格 去讲解值得学习和留意的地方 如果未看上一集的朋友 大家可以去这里看Bruce的入门影片 这是另外一款traditionalBruce的baseline 当其他乐手一听到这个baseline 就会知道是在玩Bruce的音乐 大家用少少时间跟着这份taple弹奏 而且记住手型 跟上次一样 其实都会有一个更快上手的方法 就是将这个baseline的音 和G major scale做一个对比 最后得出来对比的音 就是G major scale的 1 3 5 6 高音1 6 5 3 或者1 3 5 6 8 6 5 3 我们现在就弹一个major scale 那我就以G major scale为中心 弹这个 1 2 3 4 5 6 1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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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高音1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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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条片已经介绍我们 如果用所学的scale 对要弹奏的音 作出分析 会更加快上手 这个baseline 是一个tuba facing 第一个意思就是这八粒音是一个乐句 第二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弹奏完这八粒音的时候 是需要用两个bar的长度 所以我们看回这个Bruce的chord chart 如果连续两个bar都是同一个chord 或者是同一个数字 就可以用这个特定的bass line玩一次 就是两次就会完成头四个bar 这里已经有两个bar了 这样玩已经有四个bar了 之后就是Cchord 我们就会去四位玩一次 之后两个一chord 五和四只是一个chord 一个bar 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个bass line的头四粒 因为头四粒就等于一个bar 就会去五位认用 之后四位都是一个bar 到最后就是两个一 即是代表着玩一次 那整个Bruce就形成了 以下我就会做一个完整的示范 那我去一位玩 这里已经有两个bar 准备去第五个bar 第七个bar 第八 五位玩一半 四位玩一半 四位玩都可以玩四粒 我再完整玩一次 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抽头九粒音出来做一点解释 即是第一个bar 和第二个bar 再加多第三个bar 的第一粒音 分析下我们右手手指拨延的次序 第一粒音一定要用食指做开始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食指呢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所介绍过的 右手基彩入门手法 这段片 究竟这九粒音分别用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弹呢 大家用少少时间计算一下 稍后就会开顾 好 答案呢 就是第一粒音会用食指 中指 食指 中指 食指 中指 中指 食指 和食指 第二粒音 原因呢 这个bass中 有两个位置需要做一个转线的descending 即是第六和第七粒音 第八和第九粒音 大家留意下我右手 我会弹到第6下 停在这里 123456 第6下用了中指 下一粒音就是A線的第五格 我們就需要用同一隻手指 Cross 上去 再者 我會停在第八粒音上 即是1 2 3 4 5 6 用中指 7 用中指 第八粒又用食指 第九粒音是需要彈E線的第三格 所以都會用同一隻手指Cross 上去 我現在再示範一次右手 1 2 3 4 5 6 7 8 9 大家再留意下第六第七粒音 和第八第九粒音這兩個組合 1 2 3 4 5 6 7 8 9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這個是Bass很重要的基本右手技巧 很多朋友彈Bass轉音不流暢 音色不夠漂亮都是因為沒有用到這個技巧 除非有特別的情況 否則Descending轉線 是一定需要用同一隻手指做處理的 我現在就會在A那裡完整示範一次A Bruce 怎樣玩的 剛剛我在G那裡示範了一次 現在我就會退去A 玩一個A Bruce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下我的右手多些 1 2 3 4 0 3 4 3 4 4 5 5 6 4 1 2 3 4 1 3 4 2 4 4 1 5 4 4 4 来吧 不要轻视bruce这个曲色 如果左右手的fingering要对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不在每一个位置做讲解了 学习bruce 可以认识音乐的曲风 练习左右手的手型 而且还可以了解baseline和scale互相之下的关系 以及实际运用之前所介绍的右手descending 这个bass弹奏的基本技巧 bruce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包括有Jazz Bruce、Miner Bruce、Rock Bruce等等 之后有机会为大家逐一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赞我的Facebook Page 以及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bruce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